LGH的朋友大家好 現在LINE來為各位介紹的 就是飛翼靈世EW 俗稱天使鋼彈MG版本的宿主開箱 現在各位看到這個 就是LINE已經宿主完了樣子 那我們一樣 接下來就會一一的為各位介紹 宿主完成的飛翼鋼彈EW天使鋼彈 會是什麼樣子 首先我們一樣先從頭部開始 這個就是這一次的頭部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刻線變得比較好看一些 臉部的分色尤其是頭部這邊的分色也有做出來 這邊的貼紙是必須先貼上去的 整個頭部的線條做得比較好 另外它在側邊的頭絲這邊有多加了這個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拉開來 多了一個像這樣子的造型 側邊可以像這樣子拉開來 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個就是頭部 這一次頭部有多了側邊的一些細節 用不同的零件來增加分色跟細節 整個頭部變得非常好看 這個就是這一次的頭部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身體 身體就像這樣子 它胸前的這個地方的貼紙必須先貼進去 那整個腰部可以像這樣子動 多了像這樣子拉伸的機構 整個腰部可以像這樣子動 再來就是肩膀這邊的這個機關槍 或是火神砲可以打開來 像這樣子 這一次 這一次最大的特別的賣點 就是它的身體 為了配合就是雙手拿破壞槍的姿勢 它多了一個延伸的機構 它的身體這邊可以這樣子往前延伸 可以往前延伸 像這樣子 這邊也可以 為了就是配合 將兩隻手往前伸 並且兩隻手這邊的肩膀這邊 連接肩膀的這個卡榫也可以往前 像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配合身體的動作 將手部再往前延伸 這樣子就可以 滿輕鬆的做出 雙手持破壞槍的動作 這個是這一次比較大的一個改動 身體都增加了延伸的機構 那要推回去的話 我們就順順的慢慢的把它推回去 像這樣子 後面這邊就是連接後背包的地方 那整個分色也有增加了不少 像是這裡 這邊的分色也都有做出來 這邊的分色也都有做出來 那駕駛艙也可以打開 往前拉各位可以看到裡面有吸落 沒有上色的吸落在裡面 然後也可以這樣推回去 好 這個就是這一次的身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肩膀 肩膀的話這一次的分色也分得非常的好 它用了不同的藍色來做分色 像這裡這裡這裡的藍色 這裡的藍色就不一樣 那前面這邊呢 這一個藍色呢 跟這個圓圈的藍色呢 也有不一樣 那整個這裡的肩膀呢 也可以像這樣子 有不同的變化 這樣子 像這樣子 這個呢就是這一次的肩膀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手部 手部的話呢 這一次的可動性呢 可以像這樣子動 好 那這一次它的手部呢 給的是造型手 不是像以前一樣是可動的手 它這一次呢 直接給了 就是大拇指呢 雖然還是可動的 但是其他四個手指頭呢 現在各位看到這個是握拳的 它還有其他的手指頭 這個呢是握拳的 那其他的呢 手指頭呢 有包含像是 展開的手 展開的手 然後呢 扣板機的手 這個呢就是扣著板機的手 再來呢就是拿著光束軍刀的 拿著光束軍刀的手 就是像這樣子 它這一次呢 附了這幾種的手部呢 造型手呢可以來做替換 好 一來呢是這樣子手部的替換呢 可以 增加就是它握的東西 或是拿東西的 力道 再來呢就是呢 這樣子的可動 造型手呢 它呢 比較容易擺姿勢 它不會因為呢 你的手指頭呢 每一隻呢都還要去做調整 然後呢就是擺出的姿勢呢 也不牢固這樣子 好 那再來呢它的側邊的這個手甲呢 也是有做分色的 像是這邊的藍色也不一樣 好 那再來就是呢 它的這一次呢 為了能夠讓 雙手持破壞槍的 姿勢更穩固呢 我們可以把這邊的手甲往上推 這裡呢 就是多了一道 卡榫藏在這邊 那這個卡榫呢 是接之後呢 如果你要雙手持破壞步槍的話呢 可以再運用這一邊的這個卡榫呢 讓它的姿勢更加的牢固 不會呢持 嗯 兩把光束步槍的時候呢 破壞槍的時候呢 手部就會往前 往前掉 好 那再來呢 這個呢 就是它的手甲 它的手甲呢 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的這個呢 其實呢 蠻容易掉下來的 所以呢 各位在擺動姿勢的時候呢 要特別小心 好 那再來就是呢 這個呢 其實沒有做得非常的近 有時候可能在不小心擺動姿勢的時候呢 很容易呢 就會順勢把它往上推 所以呢 各位呢 在 喬姿勢的時候啊 或者在把玩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手甲 好 那再來呢 左手的話呢 就同時呢 跟各位呢 來介紹一下 這次的盾牌 這次的盾牌呢 它也是呢 用不同的分色 那這邊呢 是用補色貼紙 那它呢 怎麼樣卡上去呢 就是 各位呢 它的這邊呢 手甲的這一個呢 是必須呢 原本是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裝盾牌的話呢 必須把這個紅色的機翼呢 稍微先收進去 收進去之後呢 這裡呢 有一個卡榫 有一道卡榫 它呢 是用滑進去的方式 這裡呢 是用滑進去的方式呢 你要從上面呢 滑下去 好 這樣子呢 就算卡住了 好 這樣子就算卡住了 這個呢 就是它的盾牌 同時呢 也是變成飛行型態的 機頭 飛機頭 好 這個呢 就是這一次的手部 跟盾牌 再來呢 來看一下腰部 好 腰部的話呢 它也是一樣 分色呢 有分出來 而且加了蠻多的細節 像是這邊的黑色啊 都有讓它顯露出來 然後呢 藍色呢 也有做不同顏色的 藍色分色 好 這個呢 就是裙甲 整個上面 就是像這樣子 它的裙甲呢 是個別可動的 好 裙甲呢 是個別可動的 好 那這裡呢 裙甲呢 為了讓它能夠有可以 可動的機構呢 這裡呢 特別設計就是一個凹槽 讓它呢 不會過度呢 被干涉 這邊 好 這個呢 就是這一次的 腰部 好 再來呢 就是這一次的腿部 這一次的腿部呢 做了蠻多延伸的機構的 那另外呢 也多了蠻多的刻線的 像是 延伸的一些像是 多了像是 腳尖 腳尖這邊呢 多了一個 再來呢 就是整個 膝蓋呢 是可以拉出來的 還有呢 就是它呢 為了增加它的可動性呢 把這兩片 小腿肚子裡的這兩片呢 做了一個可動 像這樣子 它呢 就可以往兩邊呢 拆開來 然後呢 整個膝蓋跟 大腿的 裝甲連動呢 就會像這樣子 整個可動的相當的好 不過呢 當各位呢 要把 膝蓋呢 或是腿部呢 放回去原本的位置的話呢 是必須呢 注意一下 像這樣子 要像這樣子呢 才可以 也就是說呢 當你要喬回去的時候呢 膝蓋這裡呢 要重新的調整 那小腿肚這裡 也可以收回去 好 那除了小腿肚之外呢 這裡呢 也可以打開來 好 這裡呢 也有一個打開來的機構 好 各位參考一下 那這個呢 就是這一次的腿部 好 它的可動性呢 相當的好 那整個新增了 也新增了 蠻多的刻線的 像是 膝蓋 然後呢 小腿肚這邊 還有這裡 也是新增了蠻多的刻線的 讓它的線條感呢 更加的俐落 好 這個呢 就是腿部 再來呢 就是這一次的後背包 這一次的後背包呢 像這樣子 那感覺呢 它的延伸的 延伸的這個機構啊 還有可動也都變好了 這裡呢 這樣子 在這裡 然後呢 再加上這個 還有這裡 好 多了蠻多可動的地方 但是呢 各位要小心就是 當你在調整姿勢的時候呢 要小心 它的關節啊等等 會不會因此白化 甚至呢 嚴重一點的話呢 也有可能會斷裂 所以各位在把玩的時候呢 也要特別小心這些關節的 強韌度 不要太用力的話呢 就把關節呢 折斷了 好 這個呢 就是這一次的後背包 那再來呢 介紹完後背包之後呢 先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它的光束軍刀的武裝 就是像這樣子 好 跟之前呢 沒有太大的改動 再來呢 就是後背包上面呢 所掛的翅膀 這是其中的一個翅膀 像這樣子 那翅膀這邊呢 裡面呢 有這樣子可以放 攻速軍刀的地方 好 然後它的可動呢 是像這樣子 那當然呢 這裡呢 也可以拉開來 拉開來之後呢 就會有多的 雨衣的 跑出來 像這樣子 然後要再收回去 好 就像這樣子 好 再來呢 就是這個翅膀 好 後面呢 這個主要的這一片翅膀呢 它呢 這裡呢 是有做連動的機構的 那你只要呢 能夠呢 把它其中一邊呢 拉開來 拉開來 好 它呢 兩邊呢 就可以跟著一起連動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掛武裝的地方 它這次的破壞槍呢 可以 摺疊起來 然後呢 收在翅膀裡面 是這一次呢 也是這一次最大的賣點之一 再來呢 就是它的翅膀呢 這一次呢 也是一樣 雖然說呢 是重新開模的設計呢 但是呢 它的設計的原理呢 跟先前呢 是一樣的 就是每一片翅膀的 這個雨衣呢 都能夠單獨的 來調整它的角度跟可動 好 這裡呢 也是一樣 好 這個呢 就是這一次的雨衣 好 那再來這一個呢 各位呢 可以從裡面的看到 就是 這一次的這個破壞槍呢 它是可以收納起來的 像這樣子 好 可以收納起來 然後呢 這邊的這個凹槽呢 就掛在這裡 然後呢 整個放進去 這樣子呢 就完成了收納 好 這樣子呢 就完成了收納 好 這就是這一次呢 最大的賣點之一 接著呢 來為各位介紹這一次的這個破壞步槍 光速炮或是破壞槍等等的名稱 這一次呢 它的這樣子的分件呢 分得非常好 雖然說呢 從顏色上面呢 看不出來 但是呢 這裡呢 是可以像這樣子 這個呢 就是 當你要調整姿勢的時候啊 這裡呢 可以跟手臂呢 做連結 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呢 可以拿下來 當你要組成兩把破壞步槍的時候呢 這個是 是必須拉下來 然後兩把槍呢 做連結的 再來呢 就是收納的問題了 收納的問題呢 你必須呢 是把這一個 槍管的地方呢 給折下來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 這裡呢 是一個C型的卡榫 那這個卡榫呢 讓我這邊稍微剪掉一些 就是呢 當你在收納的時候呢 你必須呢 先把這一片呢 拆下來 往旁邊放 它呢 可以往旁邊 像這樣子 打開之後呢 這裡就沒有卡榫了 所以你就可以往下延伸 往下折90度 往下折90度呢 通常呢 我們這邊呢 都會被卡住 因為它是C型扣 C型扣 它非常容易呢 就是去卡住 那卡住的話呢 怎麼辦 你可以就是 稍微剪掉 那或者是呢 其實有一個更好的辦法就是 當你要做收納的時候呢 你必須呢 卡住的時候呢 不要硬推 你呢 再往裡面收一點 各位可以看到說 你往裡面收一點呢 就能夠過了去了 那再把這邊呢 這個瞄準鏡的往下拉 再收起來就可以了 好 再示範給各位看一次 你一般呢 往上拉呢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你要往下收的時候呢 你很容易呢 這邊會卡住 這邊卡住就是因為它是C型扣 所以這裡呢 非常容易呢 浮出來 浮出來的話呢 你只要呢 再繼續呢 往前壓 往前壓 好 各位可以看到說 壓了跟它有貼合了之後呢 再收進來 好 這樣子呢 就可以完成收納了 那各位要注意的是呢 千萬呢 不要硬壓 硬壓的話呢 C型扣呢 是絕對會斷掉的 好 C型扣是絕對會斷掉的 到時候呢 得要用更多的方式呢 來補救 好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呢 飛翼鋼彈呢 林氏 也就是俗稱天使鋼彈的宿主開箱 那接下來來的時候呢 會來開始呢 進行墨線 還有呢 就是 水貼的 貼紙的把它貼上去 好 那我們今天的宿主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喜歡我們也囉 追求朋友們呢 別忘了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訂閱 並且呢 打開小鈴鐺 那想要第一手得到影片訊息的朋友們呢 別忘了到我們LOYE 到我們LOYE 上GameHouse的Facebook粉絲團的按讚 那我們今天的宿主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各位LOYE的朋友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BYE